世尊 凡民不切凡 原被证得 为是庆祝 顾好世尊 在中国 我们习惯 对我们所尊重的人 都加上 这样一个好 在佛法里面 也如此 这是一般人 对佛尊重的称号 称为 世尊 这个世 世出世界 最值得我们尊敬的这个人 我们平常说 这个尊敬的 某某先生 用尊敬的 这个世尊 是尊敬的意思 凡文 称不切凡 语音被证得 有德行的人 语音版的德行 他都能够具备 那在我们中国 讲德行 十二个字 孝体中心 离异廉耻 仍爱和平 他通通俱足 这时 这的人尊敬 在佛法里面 讲德 这都是德 受持三规 居足中介 不凡威仪 还是德 发菩提心 身心因果 也是德 你看 学 就是读僧大臣 你看得讲了 诗句里头 得讲了九句 学只讲一句 读僧大臣 后面是劝尽心者 那是教化忠实 从这个地方看 佛法 多么重视德行 不是语音被动得 那怎么能称佛呢 由此可知 圆满的德行 是在自信里头 本来具有的 不是外面 不是外面 学到的 全是信德了 明白这个之后 弟子规上 123章 信德 本来就是这样的 我们迷失了自信 迷失了方向 迷失了做人的根本 于是 违背 要信德了 佛菩萨慈悲 世间在世间 教导我们 帮助我们 回头 都是安 所以 我们得用修的 回归信德 这就圆满了 这是世间人 所尊重的 所尽量的 称之为 世尊 我 本来是 祂 砍